欢迎光临 这边请 请问一下吃点什么 来瓶啤酒 两盘凉菜 一盘牛肉 一盘土豆丝 好的 请收拾 听听听听 酒吧 好 闻女啊 一个人 走开 一边去 别这么冷嘛 今儿我请客 我要你走你听不懂人话 嗨 说话很伤人嘞 今儿 请你看电影怎么样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 我认识你吗 有完没完 滚 不识抬起 服务员 买单 来 我的钱包呢 我钱包不见了 刚才打车明明还在的呀 不好意思啊 我的钱包不见了 她的手机和钱包确实被通了 把她的账算到我这里吧 她的账算到我这里吧 好的 姚总 先生 这是您的卡和小票带好哈 这是您需要的衣服 慢走您 老伴 累了吧 咱们到地区休息会儿 喝口啥 为什么呀 才逛多大会儿 你看我们逛了这么久 对不对 我相信你的腿也疼了 是吧 我心疼你 对不对 我看你是心疼钱吧 那好 以后不让你陪我逛街了 什么心疼钱哪 我像这么小气的人吗 对不对 想买什么 想喝什么 喜欢什么跟我说 我给你买好不好 走 少帅 根据你的吩咐啊 我都去看了啊 杜哥那几个朋友 兄弟 手下 表现都不错 既没有去找他呢 也没有惹是生非 老老实实都藏着呢 好 先让他们躲躲吧 这次我去找边莉莉 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发现了点问题 说来听听 边莉莉 我发现 她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人 打得火热啊 不用问了 估计就是 听说 这个浪当女人 难道你还希望她能跟杜哥至死不语 那小子什么来他呢 少帅 这就是今天我重点要跟您汇报的 她 她是邦利集团的副总 姚俊才的儿子 什么 姚俊才的儿子 我给您具体介绍一下 她呀 是邦利集团财务部的一个会计 名字叫做姚尚品 是邦利集团财务部的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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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去 好 那见面再说 少帅 您 改主意了 不让她见杜哥了 是啊 我是改主意了 我要让杜哥早点出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一定会在家里面 你 和你 和你 我 有 和你 和你 在家里面 这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